大家好,我是比不中 那么太阳队刚刚是凭借最后时刻的点球大战是有惊无险 战胜了快车队,目前是3比1领先 距离队时的第三次总决赛之旅是仅有一步之遥了 那么泰伦卢今天是又变证了 我们说四场比赛,场场变证 今天泰伦卢是撤下了上一场 发挥积极出色的曼恩 而是重新换上莫里斯手法 这要是换成个别的教练的话 可能又要挨喷了 因为你明明上一场比赛曼恩发挥如此出色 今天居然是把他给拿下了 但是如果是泰伦卢的话 那么其中必有他的生意是吧 看到这个首发明单出炉之后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觉得 这个泰伦卢可能是想要挡蒙蒂一个措手不及 因为毕竟我们是上一场比赛 曼恩是首发之后发挥极其高效 那么蒙蒂肯定是会对这个曼恩 在开局阶段做出一个针对性布置 那么我索性就不让他上了 让你的针对变成徒劳无功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不过从这个开局阶段来看 他沦路这个辨证是几乎是没起到什么效果 反倒是没有了这个活力满满的曼恩啊 快船队其他人看起来都是多少 都带一点这个疲态 也没什么人去能够坚决的冲击篮下 基本上都是在外线乱枪打鸟 第一节比赛他们25次出手 15次来自三分线外 并且命中的是惨不忍睹 那么快船队呢也确实是累 所以他们也就只能够先进行一些外线远头 试试手感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最近网上也是有很多网友朋友在吐槽说 快船队这个赛程有那么点不合理 最近一个月都是隔一天打一场 隔一天打一场 那么这一点在我看来 安排赛程这个人确实有那么一点不近人情 毕竟我们说东部那边打完了抢击还休息三天 而这边只打六场 就开始这个下一轮的比赛了 那么现在西爵士已经打了四场 而东爵士只打了两场 其实这个赛程完全是可以把西爵 延迟两天再开赛的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保证一天一场 是吧 我又是没记错的话 当时西爵的第一场和这个东部半决赛 在这个抢击还是同一天进行的 那么这确实是有那么点不合理 当然了 这也并不是说联盟是在针对快船队 毕竟这个赛程是提前制定好的 如果说是爵士队晋级 或者是太阳队那边和决心抢击 那也是一样的 是吧 那么再说回今天这个比赛 我们说今天这个裁判 它是疯狂的鼓励上身体 双方谁也别想靠投机取巧 去靠耍小聪明去碰瓷的到罚球 那么双方这个强度也是越上越大 但凡你看到死球 只见双方球员是都在场上不停的喘着大气 那么这个体能原本是烧战优势的太阳队 他们也是率先破冰 也是建立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这么个领先优势 那么进入第三节之后 我这才算是想明白了 泰罗卢今天为什么要把曼恩重新放回替补席 原来他是要把曼恩当做一个生力军来用 很有可能赛前他就已经预料到 球员这个体能状况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隐患 所以我需要这么个生力军 是吧 那么他也是让乔治在第三节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去持球强空 而是让其他人去参与进攻 让乔治整个一整节 几乎都是在场上散步 体能也是得到了一定的环节 在生力军曼恩上场之后 也是凭借着他的强势发挥 和雷奇这个中远头 也是将这个分叉是几乎抹平 不过我们说 大方针方面是泰罗卢占优 但是在这个抓细节方面 蒙蒂他也是绝不含糊 第四节双方是连着十几个回合 谁也没有能够进球之际 蒙蒂是叫了个暂停 然后是一个ATO战术 艾队是空中接力 再次为球队破冰 使太阳队重新建立了 三分的领先优势 除了这个球 稍微相对容易一点之外 双方得分是越来越难 体力槽都是已经几乎见底 那么这一点 在快船队身上 是显得尤为明显 雷奇杰克逊持球突破 也是一步一个亮枪 太阳队这边是稍微好 那么一点点 年轻的布克是几次冲击篮狂 也是让快船队无法阻止 但是就在此时 我们说贝弗利他是挺身而出 然后是堵在了布克的行进路线之上 造成了布克进攻犯规 并且是将让布克里到了第六次犯规 直接给罚下场了 我们说贝弗利除了这次 造成布克的六犯之外 他这三场比赛 对于布克这个防守 也都是堪称教科书级别的 丰富的比赛经验 也是让贝弗利懂得如何去阅读裁判尺度 当裁判允许你上身体的时候 他就给对抗 当裁判不允许的时候 他就紧贴你 死缠你 目前来看布克暂时也是还没有想出任何的应对之策 那么在布克罚下之后 我们说快球队攻击一球之后 也是因为时间不多的原因 是只能够使用犯规战术 那么太阳队一看来活了 是吧 那好啊 你犯规 我也犯规 你送我罚球 我也送你罚球 反正我是占一个先手 是吧 在比拼罚球的时候 双方还都互相给了机会 不过最终还是太阳队凭借着这个起手的优势 拿下了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强度之大 也是堪称今年季后赛之最了 很多朋友都在说 大中风在这个年代不好生存 其实这也跟对抗有关 当裁判允许你大尺度对抗 然后谁也投不进球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大中风来负责抢篮板了 我们说 今天祖巴斯和爱顿 都是为球队抢下了许多 这个续命的前场篮板球 尤其是爱顿 全场比赛砍下了19分 22个篮板 还有四次封盖 当对手一次次冲击篮下的时候 正是爱顿在篮下 晴天一柱护住了这个篮筐 不过这里我们话又说回来 那就是在这个普通的一些比赛之中 裁判是不可能允许 你每一场都有这么大对抗尺度的 因为这样的话 就太容易造就球员受伤了 所以在大部分比赛之中 确实还是要靠这个投篮去决定胜负的 但是对于一支 你志在冲击总冠军的球队 那么这个大个子中风 你可以不用 但是你不能不背 是吧 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人 那么以上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多多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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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